我們可以先新增一個Google文件 然後呢 裡面的話基本上你就按照我在雲端上面給的這幾個項目 也許你可以把它先 這些標題 也許你就可以把它先 Ctrl C好了 也許你就直接把它先貼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分別怎麼樣 把這些項目把它截圖上 比如說我要的這個你先把它截圖 所以截圖我剛剛提到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當你截完之後你可以把它關 我看是不是可以把它直接關掉 要不要變跟不要 它就關掉了 如果不要讓它關掉的話 我要自己進來 是不是可以直接 這邊 檢取工具 然後把這邊新增一下 然後選取 選取這個範圍 大概call這個就可以了 至少讓我知道一下 然後把它編輯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 是不是可以不要整個關掉 我看它是 新檢取 你不要把它關掉的話 它變成就整個結束掉了 你可以新檢取 它就可以再去截取別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把剛剛那個畫面怎麼樣 直接貼到剛剛的這個清單裡面 然後我的習慣是會在這個外面加一個框框 這個框框要不要加 看看各位 另外的話 每一個每一個 所以最後積分 你也可以再把最後 可能幾天之後 這個作業不急著交 我是把它設定在 應該是下個月的26號 所以等於是給各位比較長的時間 你去做這個練習 最後不用急著交 因為你不可能一下子馬上就累積很多分數 你可以慢慢再累積 最後再給我一個最後的那個 一個截圖 另外 當然你做練習的時候 可能裡面會有一些時間走 所以沒關係 假設你去到 最好去到一些景點旅行的時候 比如哪一天 你就抓某一天好了 你就把那一天的行程 把它截取下來 所以第三個練習是 你就早一天 那一天當然不要有隱私的 你不要說 老師我是有隱私的 你盡量找那個沒有問題的 比如說我想針對哪一天 比如說這一天好了 這一天的行程 我希望把它截下來 我到哪邊 那當然你會發現時間軸 有一個優點 它的 怎麼講 右邊就是地圖 左邊就是它的行程 有沒有 而且行程裡面 甚至它會把那個 你搭了什麼樣的交通工具 然後呢 花了多少時間 它都會 逐一逐一的讓你顯示出來 其實我主要是希望 看到的就整個畫面 所以你這個地方 也許你不用整個展開來 但是是要正確的 正確的資料 OK 比如說最後應該是花了 就是多少 5個小時又26分在 搭那個火車上面 總共945公里 假設比如說我這個結果 那我希望把這個截圖下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有沒有 新增一個截圖 然後就把這個時間軸 把它就選起來 然後一樣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那個 我們這個雲端這邊的這個 時間軸的截圖 把它貼上 這樣就一個 當然啦 你這個裡面還有 你假設你覺得說 這個好像不夠詳細 你還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要呈現的話 那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它捲動一下 比如說底下還有一些畫面 那你希望能夠讓我知道說 你的行程是什麼 跑的 那你們也可以不妨試試看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時間軸 要能夠做到 像這樣的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它裡面可能會有一個錯誤發生 你必須要去修正 修正我看一下 比如說以今天好了 我的今天行程 有一些需要修正的 因為今天我是搭火車過來的 所以可能它會有一些 不太知道的地方 比如我從七土車站 它會問你說 它會跳出一個訊息說 你是不是在七土車站上車的 如果是的話你就選是 如果不是的話你就選其他 可能你就選正確的 所以我就從七土車站上車了 然後我就搭了火車 搭了21點 22公里 然後29到台北車站 OK 沒錯 然後呢 這邊的話一樣在火車上面 然後火車 所以你就把它改一下 因為它不知道說你這個地方 到底做了什麼 所以你就點一下新增活動 然後呢 改成就是在火車上 OK 在火車上 然後我就從那個 怎麼 做到內力嘛 然後按4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在步行13分鐘嗎 其實不是耶 我其實是一半步行 一半是騎U-by 所以其實從後 或者再有U-by 我就做了U-by 但是問題 他會以為說你全程都是走路的 走了1.4公里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修正 那怎麼修正 其實你可以在這個 這個全程這一段路